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5分 回到股东前朝 我是明乐 持续陪您来观察 今天台北股市盘后的一个最新变化了 现场跟大家一起观察盘后解析的 是资深分析师孙一婷 坦克午安 明乐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坦克要马上来请教你 今天台北股市的反弹 到底能不能够视为是一个有效的 向上突破结束这个礼拜的盘整格局呢 早盘加全指数呢 是在全值股台积电跟鸿海的带动之下 加上金融类股的一个助攻 指数是直接越过了10500点的整数关卡 也往上触碰到半年线的反压 收复了半年线10545点的一个位置 那但是呢 在今天的中场过后 只从10点半过后呢 大盘几乎就横在这个地方 涨幅收敛 量能也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呢 比较不好的现象是在今天的后半场 后半场呢 OTC贵买指数是先行的开杀 贵买指数先行的向下压低翻轮了 那盘面上很多的中小型股在后半场 都是向下的甩尾 包含了橘子 包含了达曼 还有像是神盾 印华 旺虹 康控 加联益 合金 尼克森 还有包含了股王3008的大力光 在今天的尾盘 也是又往下打 回测到4300元的一个整数价位 所以呢 内资看起来在今天 趁着台北股市强劲的一个向上反弹 而且是突破了12月6号 那根长黑K棒的高点位置 内资却趁势在这个地方 后半场落跑 跑得比飞得还要快 所以使得呢 今天呢 指数这个半年线的位置 在最后的收盘 没有办法有效的站上 中场是上涨67点 来到10,538点 不过至少呢 在今天 达成了几个关卡了 一个呢 是这根黑K棒 已经有效做了一个突破 另外一个呢 至少今天早盘是 很稳定的 站上了10,500点 也站上了半年线 只是最后没有收在半年线的位置之上 今天这根反弹的红K棒 到底能不能够视为是一个 有效的突破 能不能够结束整理的局面 对我想说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能说 短期破底的危机初步解除 但是呢 要往上攻 并没有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刚刚明乐提到 很多内支型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 比较有人气市场 比较热门的一些 中小型电子股 在今天尾盘都呈现一个 这个下杀了一个动作 甚至最明显的是谁 是3D感测 因为我们这几天都讨论到 最热的3D感测 你会发现 今天的话整个跌幅 都还蛮不清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 其实前天 大前天的主流 在今天的话 反而是呈现一个 往下调的格局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只能说 这个行情我们回来看大盘 还是在一个横盘整理的阶段 大盘的K线的话 它还是在一个横盘整理的阶段 短线上今天要去测试 这一根172点黑K的高点之后 就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所以说短线上反复 主体的可能性变成一个增加 这种可能性会突破 我们来看金融类股指数 因为我们昨天说 这个盘要攻击 要看谁 要看金融类股指数 我们来看这里 今天类股指数涨幅度多少 0.78% 我们再来看电子类股指数的话 这里我们发现 其实0.77% 算是两个都并肩而战 但是这里我们来看大盘 大盘的话 其实这个位置点上 其实只有涨幅 只有0.64%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 这里的话 其实这个金融跟电子 算是试着要把大盘带上去 但是这个大盘还是 这比较偏弱势的格局 为什么 因为一些中小型股 再加上一些非电非金的部分 在这边做一个压抑 所以短线上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都没有一次性的涨 就是说电子金融跟非电 这三个族群变成是一个 悄悄板的轮动效应 往上攻就容易被砍下来 往下杀的时候 别的族群就会往上动 所以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要观察 第一个还是回来看 在这个金融类股指数的部分 金融类股指数 因为它现在是最逼近指数 前高位置的指数 所以这里我们要观察 今天这个跳空 如果可以守住的话 其实明天的电子 还是有往上去攻 金融的话还是有往上去攻的机会 至于电子 我们回来看电子类股指数的话 这边又比较弱是一些 反而要观察的是 什么时候能够赶快 站回去半年线的位置 好 这次坦克今天 特别针对今天大盘的一个反攻 来做一个解读跟观察 毕竟有今天的反弹 这量能没有办法有效的补足 虽然最后一盘 是出了70亿的一个量能 但是呢 整场来看成交量 只有1,121亿 在盘面上资金 还是只有这么一套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盘面上比较热的 包含了3D感测 今天呢 有强转弱的 但是呢 有落后补涨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金融股 目前还是看起来比较相对视 稳盘撑盘的标的 还有集团作帐 也是今天盘面上的交投重心 这三大区块 如何利用全正的角度 一方面来做避险 一方面来加大 它的一个杠杆倍率呢 我们稍微来来请教坦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